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聖誕節回來了 今天在不同的場景 我會和大家一起佈置我的聖誕家居 去年我也有聖誕薯仔在家 今年我會用同一棵 我今天會準備了什麼 去佈置我的聖誕家居 會來自淘寶 裡面會有這個 星星雲仔燈 粉紅灰色波波 星星燈 星星燈2號 木箱 木箱星星燈 松果 聖誕波N個 聖誕玻璃貼 今天我們一起佈置聖誕家居 聖誕節的第一步是什麼 當然是聖誕樹 我先拿回常年那棵聖誕樹 這個聖誕樹很容易組裝 它有些腳 首先我現在要它站在這裡 因為它這樣成枝都不是辦法 咦 而且這個聖誕樹 不知道為什麼是很多白色的東西散出來 即是那些雪 然後就要把它的一枝枝打開 哎呀 它的飄雪會掉出來 它一拆就會拆到到處都是碎的 要慢慢來 我由底部開始打開 先把它打開 因為容易收藏的原因 它就會這樣摺上樹幹 你就要把它慢慢一層一層地打開 放一個你想要的影 慢慢打開就會變得很大棵 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聖誕節呢 我自己是很喜歡聖誕節的 啊 你們有沒有不停跌 今年聖誕節都會有朋友來 我家聖誕派對 基本上每年都有了 我家每年都搞聖誕派對 雖然都是固定的人物會出現 這個是企直的 不可以彎 對 最高這一招 聖誕波波 那你就逐點逐點勾上去 怎樣勾都沒什麼所謂 總之不要掉下來就可以了 越多波波就越漂亮 然後就再加上這個 這個是一個 燈燈 好漂亮 你還會懂得閃的 要先塗上它 好像有點打架 我不懂得拆這些 我看到這些都是可以在淘寶買到的 這些閃閃燈 呃 准解了 尤尾解回上來 試試一下 這就是圍在聖誕樹上 耶 圍完了 哇 刷就一定很嚴重 準備好了嗎 亮燈了 哇 先開著它 然後這個盒呢 我就會把這些蟲果放出來 就會放在這個盒子的旁邊 拿幾顆大顆的蟲果 然後就會關上那個 然後就把它放在這裡的下面 好像聖誕禮物一樣 然後這些蟲果就可以放在上面 那這個燈呢 我真的很怕會 打擊 啊 嘩 它的盒子來到 有點爛 爛爛的 喔 這個呢 猩猩就是這樣的 猩猩 猩猩掛不掛上去 好啊 太多了吧 這個猩猩 不知道放在哪裡 另外這個雲呢 我就一早拆了 因為我覺得它很可愛 這個 也是會著燈的 但我還沒想到它放在哪裡 好 最緊要是什麼 最緊要是貼這個貼 這個貼呢 我不懂貼 我想要貼在我後面這個位置 嘩 玩到天黑啊 真可憐 然後把它們貼上來之後 就可以貼到這個玻璃那裡 其實有些都漂亮的 這樣做下去也不是辦法 我發現我這樣弄一弄 都弄了差不多四五個小時 所以我決定 都是給大家看一個製成品 這隻的長子貼呢 我就是在淘寶買的 價錢也很便宜 但是貼上去就真的要有一點點技巧 細細張那些都叫做容易貼 一大張我就貼不到 所以都會有點瑕疵在這裡 這個綠頭和乾花花環上年是在日本買的 DIY一下就將它們兩個合併在一起 掛在我房門口了 聖誕樹上面的粉紅色波波都是在淘寶買的 價錢不貴很容易可以搜尋到的了 這次我最滿意的竟然是這個灰色波波狀粉 紅色波波的吊色 它送到你的時候 波波和繩是分開的 需要自己用針線把它們連在一起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你都喜歡我今天這個分享的話 希望你們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instagram 預先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拜拜